讨论我们将来的 我们这个唐智灯海这个基地 永久我们的这一次的问题 那么在这边呢 非常感谢县政府跟持续 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给我们大家来面对面 来做这样的讨论 那么我想呢 因为我们这次是可以讲 第一次的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而在过去呢 有一些的 可能是乡亲的声音呢 可能我们政府部门呢 或是我们实际单位的这边呢 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这边有几件事情呢 我想在做这个报告之前呢 就是说说明前呢 我想是还是让我们乡亲呢 有几位代表性的人物呢 就是说我们在昨天前天呢 经过一些这样的讨论呢 做成了几项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发问呢 我想在这边呢 做一个心情的一个提问 那么我想在这边 也跟乡亲做一个报告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 这几个月来 尤其最近这几天 急迫性了 也是非常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那么做成了几天 做成四个一个 这个要提问的问题 那么我想呢 等一下呢 由代表的这几位呢 来提出问题 那么让我们这边呢 可以回答的部分呢 我们在我们工部门这边也好 我想实际这边呢 恐怕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回答呢 恐怕并不是很适当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实际这个地方呢 除了就是说来协助之外呢 我想很多的问题呢 应该是由工部门 也就是行政部门 来做这样的一个回答 那么当然 现在我们这边跟相公所主任呢 我们无从回答的 我们能讲就是说 我们将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留给重建会 或是跟当地这些单位呢 来给我们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沟通 做这样的一个切切 我想先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呢 希望大家呢 在今天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跟讨论 在这边呢 我想今天主持这个 这个说明会也好 是讨论会也好 我想我身为乡长 当然我也站在乡里这边 但是我也要跟乡亲讲 有很多的事情 也必须要跟着这个时间呢 来做竞争 竞争 我想呢 有很多的事情呢 并不是说 在我们这边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讨论来讨论去 但是没有办法进展 将来可能也不见得 是对我们相亲 会有比较好的这个结果 所以在这边呢 我不再多说 也就是说 我们昨天已经达成了共识 就由这四位来代表我们 所有的相亲来提问这个问题之外呢 我想可能今天我们没有什么时间 再让大家来做这 多做其他的话 因为就是已经懂核了我们所有的问题 我想这样子说 这样的说明我比较的 现场这样子可以吧 如果是这样子可以吧 我想就是请他们这几位就 先做这样的一个提问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很快的就进入到 今天的题题 就是说 我们直接对我们 这个唐富登台 这个基地的配置的一个构式呢 做今天的一个提示的一个报告 那么我想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很快的 我们就是请几位 来到前面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给我发问 第一位我们请包机场 谢谢大家